巡麻疹病在皮肤 根在脏腑 三个要止痒消痒 赶走巡麻疹 很多人都容易起巡麻疹身上忽然就出现一些红色或者白色的疙瘩成团成团的 遭痒难受但过段时间又消失了反反复复不见好 中医认为巡麻疹虽然病在皮肤 但根其实在脏腑大多就是因为脏腑气血阴阳失调而引起的 所以今天我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巡麻疹的三种症型 并对症分享三个要条理 首先如果你平时起巡麻疹 蜂团颜色是白色的 骚痒难受 如果抓破了之后皮肤就容易变得干燥起皮屑 甚至粗糙增厚 皮肤颜色变暗 同时伴随着一些乏力没劲 精神差 食欲差 消化不良 腐胀等情况 舌相颜色淡白 这种就属于血虚不能滋养皮肤引起的 那可以了解一下当归引子 养血润躁 那如果你的巡麻疹通常都是下午或者晚上发作 或者养的比较厉害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消退了 然后还伴随着一些口干口渴 手脚心发热 乏力没劲的情况 并且起巡麻疹的地方发热难受 舌头颜色发红舌苔少 这种就是血虚加重 甚至上到阴晶了 这时调理不仅补血 还要滋阴润 可以了解下消风散 但如果说你的巡麻疹颜色发白 平时通常是天气凉或者吹冷风 遇寒的时候会出现 你出现的就搔痒难受 但如果暖和一点 巡麻疹自己就下去了 舌头伸出来后 颜色淡 胎薄白 那就多属于正气不足 风寒 清晰 皮肤而引起的 这种部分人还容易伴随着一些感冒症状 所以可以了解一下中程药 经防败毒散 总之 巡麻疹 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 如果你经常反反复复出现巡麻疹 那就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脏腑出现问题了 具体需要结合个人情况辩证分析 因此如果拿不准自身情况 建议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乱用药 否则无效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